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日的Lokin故事分析,我是Lokin 这个节目我会和大家分享我对投资市场的最新看法以及每周策略的部署 另外每个月的月底,最后的星期三我都会有一场投资的Rermina 如果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和报名都可以在下面的描述难中找到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进入第一部份,今天议题 今天的主题就是反思过去半年自己的投资经验 不管你的投资资历是不够一年还是超过十年也好 反思和检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越是专业的投资者,越是会重视检讨这部份 接下来我将会问你六条的问题 你可以选择自己检讨,当然我也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和和我们分享 可以让我们和你分析你的情况,给一些改善的建议 第一条就是在过去半年你的投资是赢还是输呢? 第二条,如果过去半年你买入了股票 你当时是因为自己觉得股市会继续上升 还是因为听到其他人说要买呢? 那自己就跟着一起买呢? 第三条,你是不是曾经因为买股票赚过钱 所以慢慢投入就越来越多金额呢? 第四条,你还记不记得曾经叫你买入股票的人呢? 第五条,买入的股票今天变成了蟹货,有什么打算呢? 第六条,现在是不是感到有些后悔、愤怒和怨恨呢? 觉得是其他人害了自己的输钱呢? 这些问题你可以逃避不回答 不过你今天逃避,下次你又会再同样重复犯错 因为市场的行为就是不断重复 很多人输了钱都会潜意识地觉得是人家害了自己 只要自己才是一个受害者 但其实真正害了你的是你自己无知的贪婪 觉得钱是很容易赚,可以不努而获 还有就是你的危机意识太过薄弱 我不是一些救世主或者天使 也不聪明,也不喜欢讨好人来说一些话 我今天跟你说一番话 在某样我也是一个曾经在股市损手烂脚的过来人 由我口中说出来的说话有没有价值呢? 都是在于听过一个人,就是你听完之后呢 你有没有真正吸收到呢? 如果你有用心去看我过去的影片 就应该很早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规备风险 减少投入股市,甚至乎一早已经离场 如果我曾经说过一句说话 新手学技术,老手练心坛 如果你只是在这三年才开始去投资的话 抄下我这句说话,好好去理解当中的意思 不管将来你还会不会继续投资也好 就算是人生规划上,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终于第二部分,中港美股分析 首先是说道指先 道指在星期一二就出现了一个306点的针顶 和169点的裂口下跌 即是现在有一个475点的顶部 暂时我不会刻意去确定这个道指陷入一个见顶 竟然下个星期没办法重返回34,741支上收市 又或者跌至33,443又不能够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呢? 今次就到美国,DULA 第二个是NASDAQ 过去几个星期我都说过NASDAQ是比较弱的 而过去一个星期 NASDAQ更加先行跌穿了一个半年的上升轨 所以现在只是在做一个后抽 若然这个后抽不能够升穿13,550支上收市 甚至乎回头跌穿13,000 美国的科技股就会受到一个基金的拆仓 而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抛售 特别留意着现在高估值的Tesla Amazon Alphabet Facebook Slaps等等 当基金去抛售 就不再慢慢的磨了 第三个是上证指数 上证一底比一底高 一底比一底运已经是确实形成 不知你还记不过 在三个星期前 我在这个节目和大家说过 A股已经进入了逢低马的机会 今天我们看回内地的媒体报道 现在才开始传终 内地是一个牛市又来了 但是细心的投资者 就会发现了 内地的权重股和售位股 甚至乎在香港买的A50 早在三个星期前就已经起步了向上 这是一个前瞻性还是一个肆右孔明的马后炮呢? 用事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不需要作太多的解释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上证已经是迫近了 我所说的马区的顶部 3493 当然我是不会知道 会不会下个星期就已经是突破向上 若然真的突破 3570是会有一个短期的停动的水平的 但并不是代表是一个阻力 3600才会是一个上证下半年的分水 而我们可以看到上证的成金是逐渐增加的 是不是间接证明了我早前所说的资金 是在沽用港股买的A股这个说法是对的呢? 第四个是港股 港股这个大型的头肩底 用到的时间已经是接近了五个月了 上个星期和大家说到 恒指可能还会有下跌份29000 谁知道星期一最高28842 就已经是见了高位向下 这个我也承认是我的失误 不过如果配合上周策略 又不止完全失误 但是港股在上个月底 今个月头 已经在节目和大家说过 是会一个向下磨的了 现在大家看到是不是港股出现这个情况呢? 因为这样才会令到最多人输钱 至于港股之后会不会一个反弹呢? 我自己仍然看是会有这个机会的 始终大户五月的淡仓是并未足够 所以是有夹一次淡仓的机会 当然之前的颈线28273是一个阻力 如果加上这条延伸的颈线 我会将28273到28455定为一个阻力区 如果有幸重上 就自己考虑一下会不会做一些相应的部署 记得我不是叫大家博反弹 这个已经是强调了好多次了 再向下就非常重视这个27700点 因为如果今次再跌穿 而且又没有一个成交明显增加 跌势就不会是过去的磨 如果想了解更多 记得参加6月的webinar 除了在指数上 今次大户也有部署的牛证 特别要提的是星期五的美市 大户大手码了275-27599收回的牛证 虽然可以见到街货是减仓 但又可不可以说是因为市场有人沽大户买入呢? 不过买入牛证不代表看好 大户买入牛证可以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对冲 至于对冲些什么呢? 你就自己猜一下 进入第三部分个股分析 第一个就是AIA 一只近期港股的火车头 它升港股升 它跌港股接着跌 刚刚避开了过去一个星期科技股的下跌 技术上已经进入93-102的环银区 但走势上和我上个月在一个节目里提及到 AIA是没有太大的量点炒作 今天大家都可以见到其实只是在一个range炒上落 但是市场的焦点就将它放得太大 反而另外有些疑问 更加上近日不少股份都出现一个配售集资 虽然我未见到AIA在流动现金又出现一个问题 不过始终不能够排除近日的活动 是为了之后的动作而做的 如果未来的走势回落至99元之下 就要小心大会是不是已经不想再托价了 第二个是阿里巴巴 留意我所说的是美股的 港股的走势可以参考美股的 近期报导指 古神巴菲特的拍档 Manga都有真词 不过并不代表照AIA的跌势完结 由我290元长淡至今这个209元 股价已经下跌了27% 我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将AIA沽下来 但我相信我计算到的估值 投行或者大户比我计算的要更加总统得多 我还记得当日长淡AIA下面的评论骂到他有多狠 还有另一只我拍片长淡的亦是一样 希望那些人仍然坚信着当日骂当时 自己所说的说话 不过阿里已经跌了这么多 而且合理的估值也已经贴近了 所以就算巴菲特今天出来说买入 我也不觉得是意外 但根据他的选股原则 我相信仍未到这个买入的时机 而且从技术上 220元之上目前太多的蟹货和固空款 要短期内从上实在有点难度 第三个是Bilibili 同样是讲美股的 港股自己根据美股的走势自行调整 我说过他是我的外股 但外股不代表现在就要持有 我记得在上年底今年的1月初 都曾经推介过 但更加记得我在135元水平 就叫大家见好就收 至于你买入后来不来场 就不到我控制 目前走势仍然是偏淡的 90元是这个颈线位 但再次提升 暂时还未到值得我去买入的时机 但短线就算反弹 180元也是一个大阻力位 第四就是干西铜 过去半年的资源价格上升了很多 资源股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 但追捧还追捧 始终买的是公司 不是真的买资源 股价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双顶 虽然还未曾跌穿上升轨 但要等到跌穿15元 恐怕你又要再输一成了 但反弹我就不建议了 如果你持有的话 就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能够弹上19.1这个水平 就应不应该要减持或离场呢 进入第四部分 上周策略检讨 上周plan A就是一个替探策略 好探分界线在28706 虽然走势上 我原本预期仍然会见一次29000 但配合策略 我们可以见到 星期一的10.15分 仍然是属于分界线之下 所以如期要执行plan A的体探策略 同一日的下午 就已经到达了两个目标位 综合第五部分 今周策略部署 这个星期的好探分界线 就在28,080 plan A也是一个体探策略 向下目标位分别是27,711 以及27,594 指示位定是28,130 逐回任何时间 但以15分钟大阳烛 升穿28,080 就会执行plan B的向上买入 目标位分别是28,287 以及28,409 指示位定是28,030 记得不想再错过我 快点到下面的描述栏 报名网址到报名了 你医生报分 本人并没有持有节目提供股份 如果你觉得今集节目 对你的投资有帮助的话 麻烦帮忙like和share 还没subscribe这个频道的话 快点subscribe round 还有我的instagram 和mivi 这样你就会收到我更多的知识更新 投资市场风高浪急 离场的机会越来越少 你把握了吗? 我是Lokin 我们下星期再见